哈嘍,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SkibbD塔房啦,我们又再度回来了,各位,今年这一集哦,已经来了小更新哦,那其实呢,早在两三天前,还是四五天吧,我忘了,反正呢,他已经有更新了,只是老头因为在拍厕所塔房的关系哦,就是沿的比较后面哦,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老头没有左下角这个单位,泰坦钻头人,这一只应该是多元宇宙 然后泰坦时钟人那边的单位啦,那这个家伙呢,在那个多元宇宙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就不清楚了,知道的人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稍微了解一下,好不好 那这次的小更新呢,多了这一只泰坦钻头人之外呢,他们还把这个抽奖的这个单位呢,换掉了哦,他们把死神拔掉了,把这个泰坦钻头人放进去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哎,其实泰坦钻头人跟这个死神,好像也没有什么冲突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其实都可以在里面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要把这个死神给拿下来哦 不过,好家在老头现在这边五只,哈,已经绝版了,这个应该会升值吧 啊,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也说不定哦 啊,现在五只就对了 哦,然后呢,这一只泰坦钻头人呢,其实不是我抽到的哦 是我们的干爹赞助啊,感谢我们的GAWR 啊,他,呃,赞助了我这一只 然后呢,又多送了一只死神跟我们的金色摄影师哦 哎,他说他用不太到哦,所以就直接送我了 然后呢,老头也把之前跟他借的 呃,特务哦,以及就是泰坦TB面呢 哦,都还给他了 哦,严格来说呢,没有他送我这一只泰坦钻头人就没有今天这一集哦 所以说呢,我们要在这边特别感谢他 没有他,就没有这一集,知道吗各位 好啦,那么就不多说了,我们一样老套路哦 我们呢,就是一样火箭筒吧 这个火箭筒不知道有没有改哦 我印象中他把250改成300 伤害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我不知道 因为上次更新的时候他好像也没讲说更动什么 那这次有点小更新,多了这一只 那这个烟花火箭筒人呢,不知道有没有改过 那一样哦,先用旧的套路打看看啦 来试试看,之后看状况吧 那我们前塔是一定要的哦 我们这个游戏中的唯一前塔,没有他就没办法 打后面的关卡 我觉得呢,我们还是打个困难就好了 因为毕竟他不是嘎德里哦 那不是嘎德里 应该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啊 有没有看到他的最终伤害是3万5 然后呢,cd是1.6 啊1.6打3万5 其实很慢了呢 我觉得1秒打3万5 才会比较正常一点啊,这个1.6秒打3万5是什么鬼东西啊 然后呢,他一开始伤害3000齁 跟其他的神话比起来好像是真的略高了点 但就是他的攻击秒数呢 这个速度啊,真的是略慢 啊,速度是真的略慢 好啦,各位 蛮等的哈 我们马上放出来 哦,有个大只 哇,这么帅 你看 放出来只要800而已 好便宜哦 啊,看一下怎么攻击啊 攻击啊 他就这样哦 撞一下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能期待什么呢 啊 我还能期待什么呢 他的攻击就是这样 3.5秒打3000 然后呢,花1000块升上去 变成5000攻击力 3秒打5000这样子 升上去 啊 然后再花个2750升上去 攻击力变8k 然后呢,2.5秒攻击一次啊 好哦 哦 然后这7500升上去 变18000伤害 变2秒打一下 啊 等于说1秒打9000是吧 好哦 哦 然后这最终形态要花9500啊 3万5伤害1.6 CD时间 啊 怎么感觉还是我们的烟花火箭筒能在carry 这个单位到底是来干嘛 来闹了是不是 升满了 啊,这个单位呢 用他我不如用谁你知道吗 我不如用黄金监控人 敲一下有25万 嘿 然后这只没有技能 啊 但是呢 他虽然很大只 但是呢 啊 他可以放很密集 这是我满意外的 不像我们之前放那只升级版泰坦监控人胖的跟什么一样 啊 然后好像也可以这样子 这里放一个 啊 不行,会卡到 啊,这边可以放 啊 可以帮忙戳一下 啊 啊 这样到底有没有办法过啊 哈哈 其实我还蛮纳闷的 这样困难过得了吗 应该可以啦 我记得当初困难 吼 只要这四只烟花火箭筒就过得了了 前提是我们要把他升上去 哎 我真的觉得平衡做的真的有够垃圾的 不是我要讲啊 是真的很烂 这个那么难抽的单位 然后给你看伤害就这个样子 完全不及烟花火箭啊 对啊,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攻速快 范围大 或者是有技能 你这个呢 啊 攻速不快 范围又不大 然后又没有技能 单纯单下伤害高而已 啊 为了待会赢呢 我觉得我还是先把我的烟花火箭筒升上去好了 啊 完全不期望我们现在的砖头泰坦人啊 泰坦砖头人 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他顶多就是叉叉叉美了 啊 还是升这个比较实际啊 我讲真的 而且升下七波了 哈哈哈哈 帅没有用啊 要实用啊 作者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心声 啊 我 我觉得这不不算是我的心声了吧 算是所有玩家的心声了吧 你做这个1.6秒打3万5的单位干嘛 都已经有黄金监控人了 我们还要这种高伤害 哎 重点是他也不算高伤害啊 对啊他也不算高伤害啊 哎呀 这是在搞笑这样子 啊 还是你以为你戳那个绝命毒师 啊这个升满 然后就用这个3万5的伤害去戳绝命毒师 啊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吗 并没有好吗 虽然看起来秒杀好像很爽 啊但他就是攻速慢啊 对啊 啊 我全部的输出火力还不是来自于他们这四只 啊这个平衡真的是用脚在做平衡 哎 啊我们是不是应该 不要再过于期待他后续多出来的新单位啊 哈哈哈哈 我是讲真的 已经经历太多了好吗 我们已经经历太多了 我们不应该啊应该是说我不应该期待他可以干嘛 啊我为什么要这么那么傻还要在期待他可以 有什么技能之类的呢 没有他就单纯打一下这样子 啊 啊论多样性真的是输厕所塔房太多了 啊论画质还是一样吗 老话一句的就是那样啊论画质他赢 论游戏性他们输超多 对吗你看万年不变的烟花火箭筒 跟万年不变的好过的地图就是永远都这一张 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改叻不知道 希望有朝一日啊他们可以把这些啊 诟病的事情给做好啊 我是说真的啊 对啊 不要搞这种不然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合并嘛对不对啊 厕所塔房重金招聘 sdt的团队一起做游戏 诶其实我蛮乐意他们这样子 诶 美术就交给sd std他们 啊 然后呢创意发想交给厕所塔房 这种合作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对吧 然后这只来了 原来原来啦 原来这只砖头人的用途就是拿来打这20万滴血的啊 好不好 啊打那种20几万的啊 然后还有勒还有这边20几万的也是要靠他是吧 啊我是故意给这些砖头人台阶下 其实讲真的不用他们这几只砖头人 我也是可以挂啊 啊拿了4875还蛮多的老实说 啊可以让我离开了吗 可以让我离开了吗 啊真的是 用脚做游戏 来吧身上有13000是我们来抽一下嘎德里的箱子 三抽抽起来 一发入魂 啊没有广播就是没有了 哦差点中旁边的可恶 啊没有广播有广播就是有中了 啊好啦算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次呢来办个抽奖一样吧 我看要抽什么东西哦 啊我们我们把这只抽出去没有了 哈哈哈哈只是别人送的不好意思送啊别人送我的我就不好意思送出去吧 啊送一个死神南瓜好了啊 我觉得这一只啊都比这一只强我个人觉得好不好要不要死神南瓜啊太坦死神啊那一样哦只要喜欢达到500以上哈然后并且按下订阅加小铃铛以及在影片下方输入你的游戏ID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记住不要复制贴上啊 复制贴上就不会选你了啊说说出想要对老头说的话啊就有参加资格那也就有机会中奖了哦好吧那就送这只给大家了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集哦嘿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们的这一只啊中看不重要的太坦钻头人很帅但没有用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那我们下一集呢如果又有新的单位啊一样是会拍摄如果我有这个单位的话但是呢各位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差不多啊但是我还是会拍了啊因为这种东西呢你不拍啊感觉又是浪费你知道吗实之无畏弃之可惜啊你懂我意思吧实之无畏弃之可惜啊就是这句话啦哎呀这一语一语道破这款游戏的内容啊真的是一语道破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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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by bwd6